民進黨又是雙標黨 我們講一下這個事情 從以前 小英總統選兩次 哪一次沒有號召全國來監票 是不是 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不要呢 兩套標準 繼續我們請陳麗娜議員發言 陳議員請 謝謝 我想這幾 最近一直都在談 有關於這個罷函的事情 那我們常常告訴民眾說 我們有三千億的負債 我們有五千個天坑 我們有慶付案要解決 氣包散款要查 任何的一個事情 對高雄市來講 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那這些事情 似乎在民眾的感覺裡面 我覺得很容易去忘記 天坑的事 然後三千億的負債 這個都是不久之前才發生的事 但是高雄市民是這麼樣的善良 對於前者所發生過的事情 其實是給予很多很多的包容的 所以呢 即便陳局市長 很有可能去做監察院院長 高雄市還有很多的案子 是跟他相關的 似乎 在媒體上面 被討論的機會 還是很低很低 然後呢 我們常常掛在嘴邊講的 陸屏水溝清 陸燈亮 這些詞 講得好像很順 但是問題是 民眾其實是無感的 民眾其實是無感的 所以呢 在這些 我們看起來 似乎民意代表 覺得很重要 我們覺得這些事情 都是市政裡面 應該要很順暢的一塊 甚至市政 市府團隊 是應該要非常的清廉 而且要非常努力在市政的工作上面的 但是這些事情 跟霸函相比 似乎 也沒有人在意啊 所以這一路上面 看起來 我覺得就是說 對於霸函來講 不過就是一個感覺 民眾的感覺 這個民眾的感覺 如果說沒有跟當時韓市長 想要去選總統的時候 那個當下 突然間民眾有一個 好像 被韓市長感覺就是 有那種市長 突然間好像有 本來 就今天很多人講的 誠信的問題 就誠信兩個字 似乎把所有韓市長 在這一段時間 所努力的過程 似乎都遺忘掉了 但是請問一下 有人能夠否認 現場所有的官員 不夠認真 不夠優秀嗎 似乎也沒有嗎 是不是 那是到底是韓市長出問題 還是韓國瑜出問題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覺得是 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必須要先搞清楚的一點是 今天 如果你去罷韓了 然後呢 後續我們所要接受 高雄市民所要接受 所要承擔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除了很多的這個費用 用在這一些 選舉罷免上面之外 然後我們還有更多的是 一批一批的練習生 不斷的進來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不斷的當成這些練習生的練習場 過了不久 如果真的有新的人誕生 他可能 一年後 他在高雄市政府 訓練一年後 還沒有摸清楚 高雄市政府的所有狀況 他又要步入選舉了 這四年來 高雄市 難道就要這樣子的輪迴下去嗎 這四年來要空轉嗎 是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韓市長團隊 所做出的東西 但是並沒有被市民朋友 所重視 這是我覺得很心痛的地方 但是呢 對於 市長那天所提出來的 對於不投票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必須要再說明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支持韓國瑜韓市長 這些支持的朋友 其實呢 非常的擔憂 這麼努力的韓市長 但是為什麼一路上面 似乎是 絲毫沒有力道去抵抗這些外面 不對的言論 但是呢 在這一 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好多的朋友告訴我說 那到底我們要不要去投票 我們為什麼不去投票 我們要投下那個 我們不大函的那個反對票呀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必須要告訴所有的朋友 到底是為什麼 市長當然你可以講說 其實我講過一次了 我覺得 大家都清楚 我們的方向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必須要讓所有的支持者 瞭解到就是 這個 這個 所謂的不投票是什麼東西 不論今天 霸函的結果如何 我相信 這一個 大免的選舉 過程 一定要平和 在高雄市 絕對不可以出亂子 我相信在場的所有人 跟所有的高雄市民 都同意這件事情 今天我聽了一整天 所有議員的質詢 其實我心裡面也頗擔心的 那 問題出在哪裡 在一路上面的這一些 質詢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提出就是說 不投票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不投票的這件事情 是一個陰謀論 所以 不投票是什麼 我們記得 以前有一個廢票聯盟 廢票聯盟 其實它也是一種民主的 一個選舉的一個表態 不投票它也是另外一種民主 我們選擇的方式是這樣 但是 對於民主非常熟悉的這些民進黨的議員們 對於所謂的民主 他們能夠了解嗎 今天所看出來的 他有沒有去尊重這些支持韓國瑜 韓市長的所有支持者 決定不投票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投不投票 都是民主的表現 這個事情 我們是必須要被認可的 但是呢 我很擔心的是 萬一在現場 大量的外縣市的人湧進來 然後呢 在這個投票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 會產生一些衝突 有沒有可能 然後呢 我們的支持者必須要懂的是 不投票代表的是 我們要高雄要安定 高雄要進步 我們希望他們不要出來投票 是因為我們希望這一場選舉 是平和的 是順利的 可以讓他這樣子平平順順的度過去 這才是我們要的啊 就像市長講的 如果高雄不禮貌 高雄如果髒亂 高雄如果有秩序不好 誰要來高雄玩 是不是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一個民主的風範 要把這個選舉辦好 大家就要遵守規矩 說民進黨又是雙標黨 我們講一下這個事情 從以前 小英總統選兩次 哪一次沒有號召全國來監票 是不是 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不要呢 兩套標準 那剛剛也有其他的議員提到了 曹環榮曹局長所發生的事情 那民進黨真的這麼害怕嗎 今天 你的支持者如果真的要出來投罷喊的一票 他會因為這樣而不出來投嗎 不會嘛 是不是 不要在這上面做文章了啦 我在這邊還是要重申一下 那我今天害怕的是什麼 因為今天有一個議員 他說他要叫外縣市所有罷喊的人 來高雄 看哪些人 在監票 這句話我說真的 聽在耳裡 非常非常的擔心 這件事情可能會引起很大的一個紛爭 我要拜託民進黨 中央黨部 是不是要收回這個議員 或者他是不是你中 民進黨黨中央給的命令 拜託請收回 拜託請收回 不要製造高雄的紛亂 那我在這邊要請問市長的是 你是不是可以告訴大家 當初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另外呢我們高雄市有沒有辦法先因應好 如果我們這樣拜託也沒有用 外縣市湧進了一堆人 那我們該怎麼樣把這場的選舉辦好 不出亂子 拜託一下 不是高雄人不要來亂這樣好 來我請市長回應一下 請市長答覆 謝謝我們麗娜議員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民主保障的人民有選舉罷免的權利 不去投票也是一種民主 這真的是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另外一點我再三呼籲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是高雄市民 請你6月6號不要來 就是怕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或者言語上的刺激 那民進黨的議員 有人如果提出來 所有外縣市人都來高雄看監票 事實上我也很擔心 我相信警察局長也很擔心 因為你有可能會製造一些很多不必要的衝突 所以那天外縣市的朋友 希望大家盡量不要來高雄 剩下的時間隨時來高雄觀光旅遊 大家都很歡迎 那我個人選擇 不要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要出來投票 意思就是說 由高雄市民自己來做決定 罷韓的你去投票 我們尊重你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我們一樣講究愛 包容和諧 陽光燦爛 我們希望高雄市是充滿的和諧 這個城市本來這一年多 說實在的全世界都在看 我們不希望有衝突 所以我希望所有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不要出來投票 這是我的立場謝謝 謝謝 今天成一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